您知道吗? 我们的手部有六条经脉循环运行 与全身各脏腑、组织、器官联通 大约有99个穴位 可以反映全身五脏六腑的健康状况 按摩或按压这些穴位 几乎可以缓解全身疾病 在临床上 医生们有一些穴位 有一个常用的秘密武器 小拇指 而按压小拇指 能降服28种疾病 太神奇了 除了按摩小拇指 按摩其他任何手指 都达不到这个效果 这究竟是什么原理呢? 一、小指反应脏气健康 有一个常用的秘密武器 小拇指 按压小拇指 能预防多种疾病 小指关联心肾 主后头痛 心肾相关的问题都和小指有关 小指长且粗直就比较好 一定要过三关或者于第三关平起 这是好的 如果小于第三关甚至弯曲 说明先天的肾脏和心脏都不是很好 如果小指细小且短的话 女性朋友妇科很容易出现问题 月经不调 如果特别小的话 女性的生育功能都会出现障碍 男同志会容易出现肾亏 腰酸湿软 肾功能不行 如果小指先天不足的话 对整个人体的影响是最大的 其他四指都非常好 可是小指不行 说明先天不足 所以人的身体素质的保养上 很关键的是看小指 平常要多揉揉小指 古人云 小指过三关 人逢绝处也能生 小拇指还是人体自带的健康信号灯 可以透过它诊断心脏 膀胱 子宫 膏丸 肾脏等内脏器是否正常 如果小指颜色发紫 便应千万要注意 这是内脏器官发出的警告信号 最好尽快去医院看看 二 每天按摩十分钟 功效惊人 经常按压小拇指 可以预防及治疗颈椎病 肩周炎 头痛 失眠等二十多种病症 这是按摩其他几个拇指 所不能达到的 如果每天花费十分钟 按摩这个小拇指 就可以预防以上疾病 像患有前内腺肥大症的老年人 发作时小便不畅 肾致必妙 此时用左手捏右手小拇指关节 用右手捏左手小拇指关节 不但小便通畅 而且残留尿也大大减少 三 按摩小拇指 可防癌 按摩小拇指为什么可以防癌呢 原因就是按摩小拇指可以养护调节心脏 心脏是人体五脏六腑中唯一一个不生癌症的脏腑 但所有的癌症都与心脏有关 心脏能够分泌一种救命的荷尔蒙激素 它可以在24小时内杀死95%以上的癌细胞 而且对其他绝症也有极好的疗效 反之 当人处在痛苦 担忧 抑郁等消极状态时 心脏几乎完全停止分泌这种激素物质 按摩小指使人心情愉悦 促使人的心脏分泌丰沛的荷尔蒙 因此保养好心脏及调养好心情 可以防治一切癌症 4.按摩小拇指可强肾 中医认为肾竹骨及肾竹骨合水的生长发育 与骨的功能有关 肾气充足 骨骼强壮 肾气衰竭 骨骼疏松 中国古代手诊学理论认为 小拇指与心脏、小肠、子宫、膏丸、肾脏、糖光等器官都有内在的密切关系 右小指通肾节二音 左小指通糖光 而且还通肺、通胃、通肾 因此按摩小拇指可以强肾 在手诊学中小指是精力的象征 如果小指丘肌肉发达者 不仅心脏、小肠、子宫、膏丸、肾脏、糖光等内脏器官十分发达 而且此人的精力也很旺盛 反之,如果小指丘瘦小或成淤血的紫色 则表示内脏机能迟钝 精力不济 因此从小拇指也可以透视诊断心脏、糖光、子宫、膏丸、肾脏等内脏器是否正常 比如,小指颜色发紫、电硬等 这是以上内脏器官发出的警告信号 必须马上接受治疗 使它们恢复正常功能 此时,点腰位于小指指甲下方的少冲学及少泽学部 视为一种法茧效红 经济实惠的好方法 也对防治骨骼疾病、解决腰西酸染、关节疼痛等骨病也有重要作用 5.按摩小拇指、可治白发、防泼发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年龄的增长 我们的身体就开始出现各种衰老的现象 比如说长白头发 生老病死是自然界的基本规律 谁都无法改变 但是很多人年纪轻轻就开始长白头发 这种现象又叫做少白头 早生滑发的原因有很多种 肾功能不好是最主要的原因 中医认为肾者 齐滑再发 肾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头发的状态 如果我们的头发乌黑浓密 那就说明我们的肾脏非常健康 如果我们的头发枯黄甚至是发白 那么我们就会有肾虚和肾亏的症状 前面说到 经常按摩小拇指可以帮助我们强身补肾 这也就是说经常按摩小拇指可以帮助我们治疗白发 6.按摩小拇指 可治白内障老花眼 在中国老年白内障患者已达500多万人 60岁以上的老年人患病率高达60% 70岁以上老年人患病率可达80% 而在50岁以上人群中 高达81%的受调查者正经受着老花眼的困扰 且老花眼发病率正呈现年轻化趋势 这两个眼疾都会造成视力模糊 给许许多多的中老年朋友带来生活的不便和困扰 小指外侧肌部有一个对治疗眼镜老化及眼球结膜生意很有效的精学 叫做老眼点 也就是后吸血 如果老年人早晚用拇指及食指捏住小指肌部 就可以防治白内障老花眼等 7.按摩小拇指 可养护调节心脏 前面讲到 在我们的五脏六腑中 只有心脏是人体唯一一个不患癌症的脏腑 虽然说心脏不会癌变 但是心脏一旦生病 也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为了不让心脏生病 如果我们能经常按摩小拇指的话 就可以帮助我们调理心脏的机能 让我们的心情时刻都能保持愉悦 这样可以促使心脏分泌出更多的荷尔蒙激素 这对防治心脏方面的疾病和各种癌症都有一定的效果 8.小拇指按摩方法 超简单 具体的按摩方法是 重点按摩位于手掌侧小指第一指节的肾穴和第二指节的命门穴 这里说的肾穴位于手掌侧小指第一指节 命门穴位于手掌侧小指第二指节 轻轻按一下 轻轻按一下 松一下手后再按第二下 如此做下去 每天坚持50次左右就可以 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不要用力过度和长时间压住不放 刺激过强 反而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凡按摩小拇指超过五分钟以上时 一定要间歇按腰无名指两分钟 不然会有一些副作用 正确的按摩方式应当是按一下松一下的进行 在看电视时按摩小拇指最方便 可以一边看电视一边自己按摩 这样不仅能够逐渐消除白发 而且还能够预防和治疗腰腿酸软 其实小拇指不光在治疗上有特殊的疗效 而且在修炼内供给养生保健方面也有独到的作用 想修炼太极拳的人就很重视小拇指的作用 在太极内供中 松是到达修炼太极拳最高境界的一种体现 是太极拳练家的终生追求 而松小拇指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太极拳讲究脚下阴阳辩 手上不着力 所谓手上不着力 就是太极运动修炼中对松小指运支与掌 通支与指的要求 因为行拳中反手的向上向下 向前向后 趋与退的动势 无不由小指来调度与支配 小拇指一松 起脚 怀 膝 胯 腰 肩 肘 腕 手九大关节皆可松 除此之外 小拇指对硬心 小肠经络 反应肾脏 循环系统的状况 每天按压小拇指 能够强善防治老花眼 还能调养心脏 抗癌 这么好的养生方法 而且随时随地都能做 还不赶快发给周围的亲朋好友们 提醒大家每天都按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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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